一直以来演员颜一宽给我们的印象都是在音频上 在电视领域 不过这一次他是来到了嘎那 他上了嘎那电影节70周年庆典的红毯 看到在现场的一些合身的西服搭配高大挺娃的身材 也是成为了红毯上一道特别的风景线 基本上红毯上大多数男生都穿的是黑色的西服 那我这套礼服是白色而且代替花的 第一次出席嘎那电影节就走的是嘎那70周年庆典的红毯 演艺宽也是相当兴奋 今年70周年吧嘎那70周年的生日 所以这次红毯的话盛况空前 有一点应接不暇的感觉 整个流程还是非常非常的紧张的 但是我觉得能够庆祝这70岁生日 我觉得也是我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为了能参与这场电影节的盛宴 别看现在的演艺宽神清气爽 其实这几天他可是没能睡饱过 因为时差的原因 再加上这几天的工作非常的繁忙 基本上转了很多的地方 从巴黎到尼斯到嘎那 然后一路的行程也会比较紧张 然后现在应该是在法国时间的话 是已经凌晨了吧 所以这个时差已经是完全乱套了 但是还是还蛮兴奋的这件事情 在这儿 只不过红毯是走进行了 参赛入围的作品 却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小波折 因为本来我这次来到嘎那的话 本来是有一部戏要参赛的 对 但是后来因为某种原因 它去了另外一个电影节 临时改变了 虽然多少有些遗憾 但是既来之则安之 毕竟在异乡也能遇到熟人 那感觉也是挺特别的 当评委应该是比较忙吧 所以大家都来到嘎那的话 会时间比较紧张 我估计回到国内吧 我们在剧组见面的机会更好 更多 在今年的迎天下中 两人再度相遇 要知道身在大洋彼岸的炎毅宽 心里可是一刻都没有忘记过 这部还没杀青的新作 我们每一场戏都非常仔细 虽然走出来这段时间 但是说实话从来没有放弃过 或者是说放下过对拍摄的一种担忧 或者是一种挂念吧 我觉得是工作的一种责任吧 所以有这机会出来挺好的 但是也不会落下工作 绝不会 虽然说这一次来到嘎那 没能带着自己的作品参赛 但演艺宽还是有所收获的 这几天的经历见闻 让他对中国的影视剧产业充满信心 所以我一直说中国的我们祖国的 无论是电影产业也好 电视剧产业也好 我相信会越来越好 我们的工作的业内的人士 都非常非常的认真和专业 心里再见 嘎那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